配合朝鲜建国70周年 平壤昨天举行了历时两个小时的阅兵仪式 不过跟过去两年不同的是 朝鲜已改反美的主轴 这次并没有展出洲际弹导弹等能够显示军力的新型武器 并且把重点放在建设经济还有国际关系上 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推特上发文称赞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还认为美朝之间的关系比他上润之前好多了 然而在这重大的日子朝鲜官方当晚还有这个重头戏登场 那就是重现已经停办五年的万人团体操表演 那话不多说我们马上跟着镜头去感受一下热闹的气氛吧 时隔五年万人大型团体操表演 昨天晚上在平壤武艺体育馆笼入上演 欢迎朝鲜建国70周年 能够容纳15万人的体育馆几乎作物虚席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走进体育馆时 获得民众和军人的热烈欢迎 心情大好的金正恩还不时向观众席挥挥手展现亲民一面 表演时间到 现场各式各样的表演让观众拍案叫绝 年成这些换上体操服的小朋友 在音乐的带动下再歌再舞 再搭配身后千变万化的大荧幕更是让人目不转睛 但是仔细一看 原来这不是电子荧幕啊 而是有两万名表演者用纸板整齐切换出来的画面 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表演的最后夜空中绽放出灿烂的烟花 为活动画下句点 除了久违的大型团体操表演让人印象深刻 朝鲜70周年国庆的阅兵仪式也广受好评 韩国统一部发言人今天召开记者会表示 朝鲜在阅兵仪式上没有展示洲际弹道导弹和提起核武计划 明显是传达证明的信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